年代向前看 向前看年代 大家好 我是林冠 我們看再過三個多月 這個二零一八年地方首長要選舉 我們家的這個氣勢算了一下 現在應該是倒數一百零六天之類的 不過呢 一場選戰很妙 明明再過一百多天才要選舉投票 可是呢 柯文哲晚如在選總統 然後呢 民進黨如今在內亂 這個姚文哲的發言人跟高嘉瑜 這個打了口水戰之後 今天早上秀出來的是姚仁多小英的 這個貼身 很親近的幕僚 這個指導姚文哲怎麼打選戰 那妙的是同一時間曝光出來的新聞是 昨天呢 柯文哲面見了這個李登輝前總統 那這個是不是真的幫兩岸一家親消毒 而且哦 這裡頭背後是不是有 2020參選總統的可能 柯文哲顯然哦 一路從事事難料到選的話是意外 然後到好像這幾年哦 每任的這個總統 尤其前一次小英參與2016年的總統選戰的時候呢 也是以勞理為師 那如今柯文哲又去找勞理哦 整個台北市跟整個地方選舉的選戰錯綜複雜 柯文哲顯然要這個參選總統 然後呢 同一時間綠營內部正角大亂 除了台北市內部有內亂之外哦 實際上呢 這個姚文哲的選情跟雙北的選情也拖累了中台灣的選情 2018年的大亂戰背後有多少我不會人知的故事跟內幕 我們待會要好好聊一聊 好 今天現場要請到五位特別來賓 第一個好朋友 美島電子報董事長吳子佳 名官好 大家好 再來是彭雷翰 大家好 大家好 好 再來我要特別介紹一下是台大醫學院畢業哦 那這個現任的這個台中市議員的參選人 奈宜君醫生 奈醫師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再來是這個梁文哲台北市議員 大家好 再來是朱學衡 各位大家好 好 我們先看一下下面這一則報導 搭捷運來視察環狀縣第一階段工程 台北市長柯文哲體檢市政成績同時 也向政治大前輩請義 前一天到翠山莊拜訪前總統李德輝 不管是李總統 阿扁 甚至黃金平 宋主席 我都會 甚至林毅雄 不定期都會看 因為我是素人從政 你知道 對過去的政治沒有連結了 所以我如果有時間的話 都會拜訪這些政壇的前輩 由清律政治評論員詹錫奎老包牽線 柯文哲跟李前總統 從市政交流談到國際情勢 特別被叮嚀不要再說兩岸一家親 他有告訴我說 欸 那個 你現在就專心市政 該講的講 不該講的不要講 那老包在旁邊還有搭槍 說對對對 你以後不要再講兩岸一家親了 不該講的不要講 但柯文哲一直沒說出口 要不要選2020的總統 傳出連李登輝都好奇 他說奇怪 他去大西球場 那些去散步 那些小朋友 那些年輕人都很支持你 他就開玩笑講這個 你最沒有想努力對上去 沒有啦 哪有講這種話 他不會這樣講 只是李前總統 不只憂心台北市 更對蔡總統的執政現況 有些批評 傳出李登輝認為 蔡英文身邊的人有問題 世人談話 我們就不宜轉述 當事人沒有講 不過他是有在講說 這個 這個在中美對抗的狀態下 台日連結要怎麼去做好 選前關鍵時刻 柯文哲密會大佬李登輝 但對手還在黨內互打的同時 他已經在拉攏本土派支持 這輪金發文學生小組 台北採用到 好阿宅 我們看一場台北市的選戰 明明再過一百多天才要投票 那這個姚文志今天早上 秀出了姚仁多 指導他究竟 如何讓這個選戰跟選舉的策略 重新定位跟重新定義 更妙的是今天媒體大作文章 康哲真的看起來 選總統的機率越來越高了 我覺得這一次台北市場選舉 有一個很怪異的狀況 就是身為一個台北市民 我們希望能夠看到更多政策的辯論 但是偏偏各方競選者 各多種自爆 多種內鬥 多種母雞殺小雞的動作 導致我們談不到政策 昨天晚上洪耀福的說法 其實終於回到選舉的本質 就是你身為一個市長候選人 你應該要招祥納判 包容四方 而不是各自鬥爭 對黨內大開殺戒 你像洪耀福之前我們常常講他說 他講話屌啊郎當的 經常跑去管國民黨怎麼樣怎麼樣 但他昨天你知道在姚文志事件裡面 第一個嚇召最急的竟然是洪耀福 洪耀福講說如果大家不能夠讓姚文志 或是對姚文志有意見的話 這個錯在我 那他這樣講了之後 他也特別講 你知道這是第一次說得很清楚 他說洪耀福個人覺得幕僚發言不當 那我直接括了他的講法 他說以黨的秘書長和民進黨 臺北市長參選人 姚文志競選總幹事的身份 他說現在發生這些事情 包含了母雞殺小雞小雞刺母雞 這種大家各自鬥爭事情 他說他要檢討 但他有特別講 參選人應該要團結支持者 姚文志幕僚發言不妥當 不該製造矛盾跟對立 不容許做出逾越 扶選身份應有的發言 他講的算中肯 但我昨天晚上嚇了一跳 因為這個洪耀福這樣講之後 我想說這個講的四四方方的 非常平穩 那就做了個球給這個姚文志陣營 更別提他本身是總幹事 沒想到姚陣營用頭來接球 你知道昨天晚上這件事情 他講完之後 他們直接去問姚文志辦公室 那姚陣營昨晚表示不予回應 那我實在沒辦法理解 你們總幹事公而為 然後人家訪問你說不予回應 是什麼面子問題不能夠下台 人家說你服選幹部 逾越服選身份 你變成主公首他覺得不對 你不予回應 好我們不能理解 我們更不能理解是 今天早上姚恩志也不錯 姚恩志好棒棒 他好勇敢 他跑去接受一個當初立主民進黨 要推出自己的候選人 然後後來在電視節目上公開宣稱 支持丁守中的 這一個節目主持人訪問 所以他接受周一寇的廣播訪問 對 那他為什麼不問周一寇說 周一寇為什麼要公開支持丁守中 我不知道啊 人有的時候 我如果是姚文志 我一定會問周一寇說 你為什麼要公開支持丁守中 你可以支持我嗎 對啊 但姚恩志這樣撒嬌 你覺得會不會噁心 不一定要撒嬌嘛 疑惑嘛 疑問嘛 他就沒有問嘛 也許他去錄影錄音之前 沒有聽梁靜茹的勇氣嘛 所以勇氣就不太夠啊 那我跟你講 好他沒有問你就算了 他在整個過程裡面彰顯了幾件事情 他說 哎我告訴大家 我這一次要再下更重的本 我要做更重的賭注 就是我如果選輸 我就退出政壇 你知道我當時看到這個新聞的時候 我想說 哎 姚先生的數學是不是不太 他上次說選第三名就推出政壇 那這樣叫加碼 選第三名就選輸啦 那不然你怎麼樣 第三名給你一個銅牌獎嘛 那結果他現在說我加碼了 選輸的意思是說選到第二名也要推出政壇 他怎麼 好對不起我不要用這種不理性的方式笑他 你有點禮貌好不好 好 真是有可能姚文智會選到第二名 他也要退出政壇 可是這下面是很大的賭注哦 因為他在台北市是這個民黨兩位 僅存了兩位區域立委 是他跟吳思瑤 然後吳思瑤任他的發言人 然後吳思瑤的臉書秀出最近在意大利旅行 所以最近並沒有認真打選戰 跑到意大利放暑假 那回頭來講 姚文智可能會讓出一個區域的立委的選區哦 民黨其他派系 其他政治人物很有可能虎視眈眈 就會看中這一個區域哦 角逐下一屆2020的立委哦 如果這樣講 我們真是高估了姚文智啊 就算他選輸了不退出政壇 你覺得他那個位置保得住嗎 那他那個區域民黨內的 初選一定會有一番激烈的戰爭 我們這樣講好了 那個這個姦哥啊 就是那個很愛請他的選民 喝雞湯的這個王世堅嘛 他也可能去回到 別忘了那個選區的立委 以前是王世堅哦 第一個他會 然後何志偉也會 何志偉這一次沒有選議員 就明確表示他要選 其他還有一些人也都想要去 搞不好你旁邊的梁文傑也可以選啊 我是覺得不錯啦 就跟高嘉宇上一屆想要選港部居立委 學姐也可以啊 那所以那個位置我看 我們講的遠一點 可能姚文智真的守不住了 那可是我跟你講 我真正想要幫他做個結論是 他有特別強調 就像剛主持人所講的姚人多哦 看到沒有這個超級文膽姚人多 是蔡英文從上任到現在 甚至在上任之前 寫競選稿這個 跟所有的選戰發言的第一智囊 有特別去找他 那給了六點 好六點是哪些點 他自己沒有講的非常清楚 但我們要特別強調一件事情 第一個 要先反省自己不要責怪別人 但姚人多好希望他聽進去 然後第二個不可切割發言人 然後這個他還特別酸了一句哦 他還酸了一句 他說如果你有功要搶 有過推給下屬跟柯P沒有兩樣 這樣不行不行 然後再來不要靠黨紀選市長 這不光彩 也不要想著第一名 要先進步到第二名 姚人多還蠻會激勵人心的 我覺得他這樣講也不錯 但最妙的是最後一句 立刻把貓的動畫停掉 姚人多說的 其實就是那個Togi的漫畫 但我們從最後一點就要講 姚人多根本沒聽你啦 你去上網去臉書查Togi's Diary 他照樣還在每天畫 昨天還把我畫進去了 那在這個狀況之下 你覺得姚人 姚人多跟姚恩智的姚姚 真的有很完美的契合嗎 姚姚Togi朱學衡 對不 我覺得這樣真的很妙 我們必須要講是 姚恩智真的讓大家團結起來 覺得怎麼會這樣競選的時候 民進黨中央黨部跟洪耀福 真的要多出力 好我們廣告之後回到節目現場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再過一百多天要選舉投票 那一場選戰真的是四處亂戰 尤其是台北市選戰 這一次綠營跟柯文哲分手之後 各種效應 逐一的發酵 包含柯文哲本人的外溢效應 那這個昨天他見的是李前總統 李登輝 那同一時間外界開始觀察的是 從他講世事難料之後 他說2020如果會參選 那一定是意外 不過人世間世事難料意外特多 同樣的民進黨內也有意外 推出姚恩智參與台北市的選戰之後 引來了一波內戰 那除了內戰之外 姚恩智本人也會對民進黨的選情 造成外溢效應 我們再看一下下面這一則報導 我只要選輸了就推出政壇 承認的是豁出去了 台北市長參選人姚恩智 曾說過選第三名就退出政壇 這回承諾再加碼 我絕對是背水一戰 大家也不用懷疑不用揣測 或者是說我有任何的眷戀 那我的民調當然我必須承認 那個現在當然是第三名 你自己現在的民調有雙位數嗎 你們自己那時候做民調 超過了超過了 民調沒起色 姚恩智賭上政治生涯 總統蔡英文政要文膽 海籍會副董事長姚仁多 最近也加入競選團隊 親筆手稿曝光 耳提面面給了姚恩智六大建議 包括要他反省自己 不要切割發言人 不要想靠黨籍當選 宣傳方式打掉重練 甚至要他把貓的動漫停掉 姚仁多 據我知道 好像是奉你們主席之命 要來跟你一起參與 你的選舉的文宣 是真的嗎 應該是跟我 姓姚的好朋友的交情吧 是嗎 不是蔡英文交下去的 這個我沒辦法證實 因為他是海基會的 他又管不到你選舉 但是他是 他是我的好朋友了 我跟姚仁多也不錯 好朋友 不會的 不會的 台北市長柯文哲 不認為姚仁多在批評他 而民進黨除了有姚仁多幫忙 秘書長洪耀福也點名批判 姚正寅的退黨說 的確發言不當 高層紛紛出來滅火 就是怕衝擊北市選情 連帶影響議員選情 昨天 我們大家談了之後 我們有所調整了 那我必須再講一遍 我們當然年輕的發言人 他上節目的時候 他 因為大家知道 曾鴻一問問題是非常犀利的 那 所以我其實第二天回答的是 我們發言人說的當然算是 總部的立場 黨中央出手直血 也會加強輔選動作 拉抬姚文智聲勢 只是這場茶壺內的風暴 會不會就此落幕 備受關注 好 指教董事長 我們講過 台北市的選戰 是首都之戰 而且過去 除了好龍兵之外 台北市長 基本上下一戰 就是總統府 所以呢 台北市的選戰 一向是超高規格的選戰 各式各樣面向檢驗的選戰 所以柯文智本身 在爭取連任的過程當中 他要面對各式各樣的挑戰 跟各式各樣的攻擊 跟各式各樣的攻防 那同樣的 姚文智參與台北市長的選戰 他代表的是現在的執政黨 洋洋大黨民進黨 他的一舉一動 那這個所有的反應 跟所有的戰略 也都會影響到民進黨的選情 於是乎台北市的選戰呢 柯文哲的選情會有外溢效應 那姚文智的選情 同時也造成了外溢效應 你怎麼觀察 這個問題的根本啊 在於民進黨的高層 包括姚文智本人啊 對這個時代的變化 做了一個非常錯誤的判斷 就是說從2014年到2016年 從白色力量的崛起 到民進黨重返執政 這個的後面的推力 是來自於這個年輕人 對時代的不滿 跟世代的不正義 跟諸多的社會條件 所促湧出來的一股新生力量 你的意思是說 年輕人對執政黨對現狀不滿 那只是2014年的執政黨 叫國民黨 那現在的不滿 移轉到民進黨 因為民進黨是現在的執政黨 也不是執政黨不滿 而是現在的2016的執政黨 讓支持他的年輕人 產生了不滿跟失望 對期待的產生落差 這主要的原因啊 所以他其實在2014的這個白色力量 是期待民進黨來改變這個惡劣的現象 那目前的結果看起來是失望大於這個期待的 所以這才是真正的問題是所在的 所以柯文哲其實沒有那麼大的本事 柯文哲只是一個在這個歷史潮流中的一個寵兒 他是被完全被這個拱出來的一個人物 你看他第一次的選這個台北市長 就是被調查局查到火大跑在選舉 對被國民黨逼去選市長 被國民黨逼去 那現在會被民進黨逼去選總統嗎 所以你看他在選市長 他當選以後 他花了大概有一年多的時間在學習做市長 所以這個人本身呢 他學習能力是很強的 我們用一句這個老話來講他的話 他是屬於這種困兒之之啦 他被逼 被逼了以後他的潛力會發揮出來 他不是主動要去做什麼事情的 因為他的人生已經到五十幾歲了 五十幾歲的人大概定型了 中年轉也很少人成功的 所以他都是被逼出來的 我要必須很坦白講說 包括這一次民進黨提名這個事情 對柯文哲來講的話也是個意外 他是在意外中成長 因為他當時其實並沒有心理準備 包括柯媽媽也好 包括他本人也好 都不斷的重申支持蔡英文選2020嘛 包括去上綠色和平電台去道歉 都是跟他的這些 所謂的反對他的基本教育派去示好嘛 對柯文對蔡英文示好 對基本教育派示好 示好的結果被人家打臉 然後人家照樣提名嘛 因為人家覺得說你在示弱 不是示好 對一個示弱的這個柯文哲 表現在民進黨的基本教育派面前 也讓姚文志見列欣喜 這個我有機會了嘛 所以包括柯文哲本身都認為說 沒有民進黨的支持跟合作的話 是一個風險 當時是這樣子 而且當時的民調看起來 丁守中確實是守住的難贏基本盤嘛 所以那個時候藍盤是大於這個柯文哲的支持度 所以這整個情勢其實是發展出來的情勢 也就是說被逼出來的情勢 並不是說一個偉大的柯文哲 有什麼先知 有什麼多偉大的本領並沒有 民進黨誤判他本身的實力 包括陳明文誤判說 我們最少有25%的力量 說過民進黨中央黨部有做民調 現在看起來都是騙人的嘛 你看見沒有 所以中央黨部對於姚文志的民調 根本就沒有做過嘛 那我們當時美立黨的民調確實有做過 姚文志沒有那麼強嘛 姚文志大概也是一直保持在15、6左右了 一直不強 那現在我們沒有再做了 就是說民進黨確實有基本盤 我們必須要承認 但是柯文哲能夠帶走民進黨基本盤 這個事情是鮮艷型的 做了才知道 結果這次被測試了嘛 民進黨很愚蠢的讓柯文哲去做了一個 做了一個原來沒有準備的實驗 就是拉我的基本盤拉巴拉的動 結果被證明動了 這個基本盤動了 那這個基本盤動的原因是哪裡 就是蔡英文跟基本教育派的 所謂的台灣價值嘛 所以台灣價值挑戰失敗了 這是最大的一個失敗 當初調查局去查台大醫生的時候 也沒有想到這個人 以後會出來選台北市長 所以他每一步每一步都不是他自己安排的 都是人生的意外 都是人生的意外 那這一次最大的意外發展到今天為止 變成一個民進黨的悲劇 民進黨的悲劇 其實這個事情 我們早在兩個月前三個月前就看到了 就認為說姚文哲本身 當時有很多獨派支持他 有非常大的力量 你看到很多經費 你就發現姚文哲現在力量在衰退了嘛 你看活動也開始減少了 這代表什麼我跟各位報告一個事情 沒有錢了 候選人最怕就是沒有錢 因為募款如果錢不進來的話 我的活動就一定要停止 所以姚文哲的車子開始逐漸在緩慢 所以我們在觀察他 就是那個後面的油 開始沒有人在加油了 你看到沒有 姚文哲現在也不去搞基本教育派了 基本教育派也逃掉了 所以當時拱姚文哲出來的人去哪裡了 坐鳥受散第一個開討的叫姚立民 對 落跑 然後姚立民 有些人已經公開說要挺丁手中 挺都丁手中 所以你看人情能軟 這不是人情能軟 就是當時大家認為投機都有一個誤判 這些人心中帶著仇恨 想要報復柯文哲 因為柯文哲確實是一個讓人家很討厭的人 以姚立民或周玉寇來看的話 但姚立民我對他不同看法 因為他整個市府團隊 目前都還是姚立民的人馬 姚立民是佔得最大的利益的人 姚立民第一個落跑實在很不上路 我就覺得我的話我不會落跑 我跟他幹到底了 我這人就跟他拔叫聲就對了 那這個事情講坦白話 像我批姚文哲我就從頭批到底啊 你開署就開署我 我沒辦法給你信啊 我一定這種人嘛 對不對 那叫始終如一 那現在這些當時拱他出來的人去哪裡 現在我們要回頭過來看 通通道跑了 所以他現在只剩下去玩貓嘛 就今天莫名其妙 莫名其妙跑出來另外一個人 叫誰叫姚仁多 這個姚仁多很有意思哦 大家注意哦 姚仁多跟姚文哲沒有關係哦 也沒有交情 姚仁多是誰 姚仁多是蔡英文的次郎 他是蔡英文的文膽 對然後他最近已經離開蔡英文的核心了 他是被 他是被 被 被請到請到這個海紀會 核心以外 他並不在核心內 那他為什麼會冒出來 所以他很聰明 誰很聰明 姚仁多非常聰明的人 姚仁多我不認識他 但他所為所作所為 他是屬於左派的文青 所以呢 他已經看到這個姚文志的事情的後遺症 是非常嚴重 就是姚文志 從現在起到這未來一百多天 我昨天在節目中講過 他選的不是個人的選情了 他的一平一笑一舉一動 傷的是民進黨其他同志的選情了 他會拖垮民進黨 他會害到蔡英文 我們廣告之後回到節目現場 那台灣今年的選戰真的很錯綜複雜 那柯文哲選擇選擇選擇 如今一副是要選總統的規格 那執教董事長你剛剛講 姚文志的選情不好 已經是既定的事實 兩個月前你就判斷不會好 再來姚文志的選情不好 有程度差別 2014年的案例是連聖文選情不好 但是國民黨連吳志陽一起陪葬 陪葬 那就是說國民黨不只是在台北市敗選 他是連桃園一起敗選 同樣的姚文志如今在台北市的選情 不容樂觀 那民進黨誰會陪葬 民進黨陪葬是整個黨陪葬 跟蔡英文先陪葬 蔡英文陪葬 我們從姚仁多來看 姚仁多不是民進黨的資深民進黨員 所以他跟民進黨淵源不深 他是關心蔡英文才會跑出來講 他才不管你姚文志死在暗去 他不是在搶救姚文志 他是怕姚文志在幫盤下去 連蔡英文都陪葬 不是連蔡英文 他已經看到蔡英文會被拖下水了 他才會突然間今天跳出來講話 不然姚仁多這個人是很聰明的人 不過隨便 從來沒有聽過這個人會去干預選舉啊 或任何的重大政策啊 突然間跑到這個第一線來 已經急到這種程度 所以姚仁多看出問題的嚴重性 我現在講的說 這個嚴重性很簡單 我們都早就看到了 但是 三個月前就看到了 姚仁多也算後知後覺 但是有知覺總比毫無知覺好 這個是指標 就是姚仁多出來是一個重大指標 這是這個事情 我只點到這邊為止 但是再反過來看的話就是說 這個時候整個就是 昨天這個柯P又跑去看了李登輝 那看到李登輝的時候 但是李登輝這個老人家真有一套 別的事情不幹 就鼓勵他選總統嘛 直接幹這個事情嘛 李登輝跟台北市長的選情一點毫無興趣嘛 他只講兩句話 他講三件事情重要 我現在講給大家聽 第一個就是說蔡英文不聽他的話嘛 他罵蔡英文嘛 他說他身邊的人有問題 那是故意講客氣話的 就是蔡英文有問題啦 阿德基在講身邊 每一個人都講身邊的 就是蔡英文不聽話 他跟蔡英文的最大爭執點是什麼 李登輝要修憲 蔡英文不要修憲 這最大的爭執點 其他還有太多事情不談 大事來講的話 就是這個事情翻臉 正式決裂翻臉 所以李登輝跟蔡英文是為了 不肯修憲而翻臉 所以這是第二件事情就是說 他講要他選總統 第三個事情 要他不要去講兩岸一家親 所以在這個事情裡面 李登輝沒有實質影響力 他是台獨領袖 所以這個時候 柯P不是跟他去要影響力 柯P是要他一個形式上的一個 消毒 就是對那些 因為李登輝目前還是 台獨基金派消他反台獨的顏色 對 李登輝是目前台灣的台獨 最高精神領袖 對 實質精神領袖 表態了 表態的方式是說我能接受你 但是以後不要再講了啦 你過去講就算了 以後不要講了啦 重點是叫他選總統 妙了 這個嚴重 那文杰議員怎麼觀察選戰的變化 這兩天的風波啦 我自己認為說是這樣 就是說 黨有黨的紀律 我還是這樣講 黨有黨紀律 為他黨助選 這個是 還是不容許的 為他黨助選是不容許的 那老實講啊 就是說民進黨在台北市 實際上 有史以來只贏過一次啦 有史以來只贏過阿扁 在1994年那一次啦 所以你說輸贏其實 我覺得還好 就是說 對於民進黨來說 黨的存續才是最重要的 而你一次兩次的輸贏 我覺得不是太嚴重的事情 所以你的黨的紀律要維持 你黨怎麼存續 黨就是要有紀律 所以你幫他黨助選 譬如說 前兩天那位南港的里長 女里長 他確實有幫柯文哲助選的行為 他確實在柯文哲的這個公開的活動 他去站台 然後這個說他支持柯文哲 那我們黨部主委也跟他溝通過 他說他就是要支持柯文哲 好 那沒有辦法 那你這個就一定要一定要處理 你包括接下來可能 藍世聰局長 在我看來他是求仁得仁 因為他現在是要 所以藍世聰跟陳景峻都可能處理嗎 陳景峻沒有 因為藍世聰他是公開講的 希望民進黨開除他 而且他希望說民進黨能夠 再開除他的時候 這個理由是他幫柯文哲 浮選 那這個意思就是說 我就是逼你民進黨你要開除我嗎 我想走嗎 但是我不主動走嗎 你開除我嗎 他是這個意思 那既然你講了這樣的話的話 我覺得對於黨部來講 他就必須要做 那陳景峻的部分就是說 到目前為止我們沒有看到說 他在幫柯文哲浮選的動作 老實講陳景峻現在連那個選戰會議 他也不去開了 因為他覺得說他去開沒有用 沒有人會聽他的話 所以他現在只是專心做副市長的工作而已 所以到目前為止 陳景峻他沒有浮選的行為 他也沒有要離開民進黨 所以這個部分又不一樣 那至於說你說 姚文哲他的發言人說高嘉瑜怎麼樣 我覺得這個就不太適當 因為我所看到的就是說 高嘉瑜他並沒有幫柯文哲浮選的動作 雖然他跟柯文哲是比較友好 但是他在我看來他的言論 或是怎麼樣或是行為 都還是在黨紀的範圍之內 黨紀可以容許的範圍之內 所以這兩天的這些風暴 我會寧願把他當成是這個 新任的發言人 或者是比較沒有經驗的發言人 在說有時候比較衝過頭 你們有經驗的發言人 吳思姚立委 人在義大利旅行 那敲通告的時候 只好沒經驗的直接上 那你看姚仁多 本來都已經發放邊疆放長假了 都冒出來也不敢放暑假 為何有些人敢放暑假 有些人發放邊疆看到組織危險 趕快回到核心哪裡管理 休不休假 我覺得這樣啦 就是說你在這場選戰之中 你光是在台北市的選戰之中 我們現在民進黨 有多少人在部會當官的 也理也沒理 在做董事長的 做總經理的 做部長的 誰有在理姚文子 也沒有 所以你不要把這個矛頭 放到吳思雅身上 大家很多人當官 好官我自為之 大家都沒聽 大家都沒聽到來一個菜鳥發言人 然後再這樣處理事情 就是說他比較沒經驗 但是我是不希望說這個事情再擴大 那至於昨天洪耀福出來講話 就是算是定調了 那表示洪耀福有在選舉 他確實有在選啊 因為他以秘書長來兼 他以秘書長來兼姚文智的總幹事 實際上在我們民進黨的這個 每一次在大型選戰的時候 各個縣市一起在選的時候 秘書長不可能去兼哪一個地方的總幹事 因為我們現在是全台灣都在選 秘書長兼姚文智的總幹事 就表示說中央黨部對 姚文智這個 是認為說他比較需要幫忙 所以規格是比較高的 那所以現在有些人在講說什麼 中央黨部沒有很認真 或怎麼樣 我覺得這不公平 這不公平 但是有時候真的是這樣 政治就是說你在這個圈子裡面 你的備份 這個蠻有差距 在台灣社會本來就這樣 比如說蘇貞昌 蘇貞昌他在選 因為他這麼多年來 他培養了太多人 他還沒有選的時候 他有很多子弟兵是散在各部會 各地 但是他出來選這些人就歸對靠 他出來選的時候 他就說你們大家都回來 那所有人都回來 包括賴清德辦公室主任 也現在就是變成蘇貞昌的第一文膽 他是蘇貞昌培養出來 但他後來蘇貞昌沒有選的時候 他在幫賴清德做辦公室主任 等到蘇貞昌出來選 他一聲令下大家都回來了 所以蘇貞昌現在身邊是人才幾幾 人才幾幾 那但是姚文智他沒有這個辦法 我說實在就是說 他沒有這個地位 所以他沒有這一些無形資產 他比較菜鳥 沒有我剛剛講 這跟人生的人脈一樣 我們交朋友 我們也是到底都有朋友 我們如果需要幫忙的時候 有好朋友就出來了 就結尿位了 大家的分量分量 姚文智他自己的過去沒有 他沒有辦法像蘇貞昌培養出這麼多人 是是 所以他現在出來 要自己要選的時候 要煌的時候 會很辛苦 因為蘇貞昌是當過行政院長規格的 沒有錯 那所以我覺得是這樣 姚文智會有一些先天上的不足 但是我覺得就是盡量大家去補牆 我們覺得盡量大家去補牆 那譬如說 像我們其實市議員裡面有非常多很優秀的 姚文智就可以去請大家都去幫忙 我覺得這個其實 不一定說只是用一些 這個年輕的發言人有年輕的優勢 但是有一些你可能可以適度的用大家去幫忙 其實大家都不會吝嗇 好 我們廣告之後回到節目現場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看的是再過100多天要選舉投票 那三個多月後的選戰 因為台北市的選戰選情 這個差距很懸殊 那如今打著打著 柯文哲幾乎要打到總統選戰的規格 那姚文智選擇選擇各種效應也擴散 那那個擴散實質對民黨是會有影響的 韋漢怎麼觀察 今天的這個變化其實也真的是蠻尷尬的 因為我不知道姚文多 也就是蔡總統的第一文檔 他寫的手稿 對 給這個姚文智這件事情 有沒有告訴姚文智說 你可以公開給大家看 可是姚文智他公開了 沒關係啊 我們來看 對我們來看一下 他公開了 那他公開的理由 我覺得有幾個 第一個就是他想讓大家知道說 總統沒有放棄我 所以呢總統還把他的第一文檔呢 派來 雖然他現在跑去海積會 我們來看喔 真機就在此處 那我們年代向前看清楚 還畫幾個重點 而且是筆寫的喔 對齁 這是筆寫的 我們來看喔 這是原稿 那因為這個姚文多的字跡 大家未必看得清楚 所以韋漢剛剛正筆跡 我打電腦很快 我剛剛做了六張圖 讓大家看清楚 第一點在這裡 反省自己 這個是原文 那右邊是我揭露出來的 姚文多他寫給姚文智 他說第一 先反省自己 不要責怪別人 別人不挺你 罪該反省的自己 好這第一點 好心靈雞 這個是心靈雞湯 心靈導師 心靈補導第一點 這個我想大家沒有意見 葉教授 第二點喔 姚文多的第二點 第二在這裡 第二在這裡 我就沒有畫紅線在這邊 不可切割發言人 姚文智有聽喔 所以他就挺他的發言 紅利奇嘛 他年紀輕 他想生成紅利奇 他把你當大哥 所以不管他講什麼呢 你都要扛 有功則搶 有過則推給下屬 這跟柯批沒兩樣 他的柯批寫在這裡 這個有人看不到他要寫什麼 批評的柯批柯文哲 他說你不要跟柯文哲一樣 所以你要扛 第三點 他告訴這個姚文智 你不要去想黨紀啦 什麼黨紀處分邱碧珠 黨紀處分高嘉瑜 什麼有沒有 所以你先聽你的發言人 但是呢 你不要跟你發言人講的一樣 因為靠著黨紀 來當選市長呢 這也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 靠黨紀幹嘛呢 你應該要主動 對高嘉瑜議員呢 釋出善意 有沒有 市長是老大 你是候選人 老大要老大的樣子 那我必須講這一點 姚文智現在沒有做到 對 所以他挺紅利器有做到 那這點沒有做到 今天早上去上這個節目 是廣播主持人 那這個廣播主持人 我也跟大家報告 在今年的7月17號 也在我們年代的節目 公開對著全國觀眾朋友講說 我支持丁守中 我投給丁守中 那我不知道為什麼 早上的專訪 這個沒有來點互動 我已經講了嘛 你一個身為市長參選人 吳慈嘉董事長 我不知道你要投給誰 我是市長參選人 我一定跟你握手鞠躬 拜託 我可以支持我 不支持我 也可以聽看我的證件 那他沒有去跟這個主持人 我公開講說 投給柯文哲 對啦 我的意思是說 竟然這個廣播主持人 在5月16號之前 每天都力挺姚文哲應該被提名 可是呢 卻在5月16號之後 告訴他說 我要投給丁守中 他怎麼不去問他一下說 請問主持人 請問阿姐 你怎麼變 好來我們再看第四點 第四點那個姚倫多 他還繼續的去告訴這個 就是姚文哲 他說你不要一下子想要當第一名 因為你不是嘛 先變第二名 再來當第一名 心情雞湯系列 第五政策 政策 政策寫三次 在這裡 表示什麼 表示他看不到姚文哲的政策 這六點其實最有趣 就剛剛翟哥在講的 他其實是 趕快把Tookie貓消掉 我這裡把他圈起來 因為他是寫 把貓的動畫給我停掉 這是命令的啦 停掉了搞什麼鬼 那個就是你失分 然後想想不對喔 他還在原文 大家導播看一下原文這裡 他是把貓都要給我停到 原文再加一個勾勾 加一個立刻 就是我不太要聽到 你要立刻給我停掉 這個酸民再酸也是市民 這六點 那他講的就是這個嘛 就是14243這個動畫 那這個貓的動畫在 應該是昨天還是前天的時候 突然姚文哲的粉專就不見了 那大家以為說被駭客 或是被網友攻擊 柯文哲的粉絲團 就是他的義勇軍還擔心說 會不會我們攻擊太兇 像會不會扣到柯文哲的分 那後來發現說 原來他自己在做整理 他把這種東西切掉 好跟大家講 因為原文真機弄出來 姚文哲其實是要告訴大家 幾件事情就是 蔡總統沒有放棄我啊 蔡總統把他最強的文壇放出來給我 那所以他今天做出來這樣的事情 那今天早上最重要的一個 專訪的重點 最後一句話補充 就是說他今天在加碼 選到第三名就退出政壇 他說我只要選輸 我就退出政壇 但是我跟大家報告 以現在的狀況 沒有人在乎你要不要退出政壇 那我再繼續請教 我現場今天還來了一個 很特別特別來賓 他穿著醫師袍來喔 他是賴宜君醫師 賴醫師今年是參選 台中市議員 賴醫師我們先跟觀眾朋友介紹一下 他71年次他台大醫科畢業 那他跟他的醫生夫妻 經營一個小診所 在台中生養三個小孩 他是一個好好的台大醫生 台大醫科畢業的醫生 請問為什麼要投入選戰 我先介紹一下 我叫宜君 就是蔡奇亞名的宜君 那我們目前是台中市議員的參選人 那我所在的區域是 台中市空污最嚴重的區域 那也是火力發電廠的所在地 不過呢我想說給大家戴口罩來 不要大家因為這樣就不到台中來 不過呢來台中的時候 也要記得戴口罩 醫生就是今天來現場的時候 也戴著口罩 防護力有限 其實我們不應該是要大家戴口罩 我們應該要把這些大煙囪 讓他們實際戴口罩 然後讓他們減少到 最低的排污量 這個才是解決的辦法 那醫生你是很明顯的 對於台中的空污 已經到了很不滿的地步 你才會參選嗎 我們就是在重災區 我們最有感 那這個重災災害 越來越大了是不是 我們現在是這樣子 就數據來說 那大家可以說 台中的空污可能有改善 但是就不管是世界衛生組織的標準 這個PM2.510毫克每立方米 或是就台灣的標準失誤 這都是遠遠不足的 所以我們現在需要的是 能夠把這個議題討論出來 實在做事的人 現在其實 最重要的也不是要看說 我們到底要怎麼選 或是誰會選上 我也不懂選戰 不過最重要的是說 現在人心為什麼思辨 就是因為大家希望能夠在這個議題上 找出實實在在做事的人 不是說打高空這些這樣子 對那所以 其實人心才是最後面推動的動力 那我們看法國看紐西蘭 他們這些總理這些總統 那他們為什麼出來 為什麼他們以素人 就是不是在政治上 翻滾很多的人的身份能夠出來 主要呢也就是因為大家思辨嘛 就是希望能夠在這個改變中 看見希望這樣子 所以你在台中生活 在台中當醫生生三個小孩 你很擔心 我其實蠻忙的 你很擔心 對 所以我要特別介紹 他不是陰陰沒事情 出來看老的 他是一個醫生 經營一個小診所 有三個孩子要照 最多的好像七歲而已 所以這三個都要花很多時間 力氣過 但是你對於小孩成長的過程當中 他可能要遭受到環境這樣的傷害 你覺得非常的擔心 對 我們就是 因為已經這麼了解說 空屋對我們的影響 是從頭到腳 從裡到外的 那我請兩個小朋友幫我製作說 空屋危害的看板 然後他們兩個話到最後跟我說 媽媽我已經畫布 我就是已經要重疊上去了 那這樣子實在是很心酸 一方面我要對他們教育 二方面是說 為什麼我們不在我們的環境議題上 做更多的努力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對 所以你出來參選議員的目的 就是希望改善台中的環境 跟空屋的處境是不是 台中環境議題裡面 台中目前非常要關注 或是可以急需改善的 就是空屋這一項 那最重要的其實就是 我們希望關心說環境的議題 環境的永續 要我們給小朋友怎麼樣的環境 除了這個之外 就是希望能夠我們這些 在這裡居住生長的人民 能夠獲得更好的健康 就這樣 好 那賴醫師 像你這樣的聲音意見 在台中的周圍裡頭 你有得到很多親朋好友 或者比方說病患 或者你的老師同學的肯定 或者支持嗎 這個事情是這樣 因為我本人蠻忙的 所以我們親朋好友會說 這個時間要評估 因為睡覺還是要睡嘛 這勢必會是一場 就是投入大量心力的事情 這樣子 但是如果說溝通這個理念的話 那大家都支持啊 我們說空屋好了 空屋是現在的險學 你如果問10個人 10個人都跟你講說 我不要空屋啊 可是10個人 有9個人可能會說 我不知道怎麼改善 那我希望可以做那一個就是說 我就投入這件事情 然後綜合 不管我們學界 產官學啊 各方面 那就是在環境的議題上 要有所促進跟努力 這樣子 那實在的監督 不要說 只是限於說 彼此的拔河 選舉結果 不管誰上誰不上 這都不是重點 重點是大家就是想要改變嘛 大家希望在改變中看到希望 那怎麼樣在改變中看到希望 就是說我們針對重要的議題 提出實際的解決或是監督的方案 就是重要的議題 重要的事情 你們希望找到可以處理 處理問題的方案 那或者改善問題 改善現狀的方案 我請教賴醫師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當空屋PM2.5達到危險標準的時候 你是一個三個小孩子的媽媽 你最小的小孩才一歲半 那你這三個小孩放哪裡 怎麼處理 在家裡緊閉門窗 開空氣清淨機 所以你說我們的用電量怎麼省 所以不能出門 就把他關在家裡面 在危險族群更應該要降低他的標準 不好意思讓我密醫補充一下 我是密醫啦 這種口罩 防護力很有限 根絕不了PM2.5% M2.5要N95那種口罩 那種口罩你戴不少 那你小孩怎麼長大怎麼運動 所以會有傷害 所以他擔心呢 我們勢必是要去戶外場所的 那戶外場所是一個很好的活動的環境 所以我們不是說大家發一個口罩 大家戴口罩這樣 我們是要說煙囪戴口罩 讓他排放出來的是 我們是可以乾淨的 不要說我在台中跟高鐵 所以拜拜的時候是灰蒙蒙的 然後來台北我才看得到藍天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典型的中間選民 中產階級對空污的不爽 他已經不爽到直接 暫停他醫生工作跑出來參選 我說賴醫師你的小孩 要在長大的未來的十年當中 如果他運動量不足的話 怎麼辦 所以我們就是要發展 所以他改善環境啊 在家裡面運動 這個是比較不好的選擇 最好的選擇是讓大家可以 按照自己的心情就出門 不要說我每天要看空氣品質 每天小孩早上起來問我說 媽媽今天空氣品質怎麼樣 我們要開窗通風嗎 我們可以出去嗎 這樣 這是我們的日常生活 好我們廣告之後回到節目現場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大家好我是林冠 我們看空哲對於到底要不要選總統 這個2020之後的四四難料 現在看起來變成最大的政治效應 那明明一百多天之後呢 才要選的是這個市長 而且是2018年的地方首長 跟地方民代的選戰 不過昨天晚上呢 這個空哲看了這個李前總統 李登輝然後呢 這個老李一號老柯選總統 那同一時間 好像這個四四難料 人生無償 人生意外 在為政治上新增一筆意外 然後呢 偏偏2018年這場選戰呢 因為民進黨在台北市的選情相對疲弱 所以同一時間 這一個楊文智的選情 也造成對民進黨全台選情的外溢效應 那同一時間呢 柯文哲的選情呢 不斷的外溢呢 也影響到了2020的選戰 這場選戰四四難料的背後 有多少不為人這個故事跟內幕 我們待會要好好聊一聊 今天現場要請到五位特別來賓 第一個好朋友 美島電子報董事長吳子佳 您官好 大家好 再來是黃海海 官姐好 大家好 好 再來是老包大哥 大家好 再來是蔡明湯蔡總 大家好 再來是阿仔豬學和 各位大家好 好 我們先看一下下面這則報導 搭捷運來視察環狀縣第一階段工程 台北市長柯文哲 提檢市政成績同時 也向政治大前輩請益 前一天到翠山莊 拜訪前總統李德輝 不管是李總統 阿扁 甚至黃金平 宋主席 我都會 甚至林毅雄 不定期都會看 因為我是素人從政 對過去的政治沒有連結 所以我如果有時間的話 都會拜訪這些政壇的前輩 由清律政治評論員詹錫奎老包牽線 柯文哲跟李前總統從市政交流 談到國際情勢 特別被叮嚀不要再說兩岸一家親 不該講的不要講 但柯文哲一直沒說出口 要不要選2020的總統 傳出連李登輝都好奇 只是李前總統不止憂心台北市 更對蔡總統的執政現況有些批評 傳出李登輝認為 蔡英文身邊的人有問題 私人談話我們就不予轉述 當事人沒有講話 不過他是有在講說這個 這個在中美對抗的狀態下 台日連結要怎麼去做好 選前關鍵時刻 柯文哲密會大佬李登輝 但對手還在黨內互打的同時 他已經在拉攏本土派支持 既然地方五選SV小組 台北蔡永道 好 指教董長 我們看喔 100多天之後才要選地方首長 那台北市長的選戰明明 已經再過100多天才要選舉投票啊 可是如今柯文哲已經搞到要選總統了嗎 他不是搞到要選總統 是民進黨把他搞到要選總統 所以這個事情是一個 弱勢領導者的一個戰略上 決定的一個錯誤啦 就是民進黨這個事情 做了一個極大的錯誤 我們在前面有提到了 那問題就是說 這個柯批在2018選戰當中 必然是整個主新聞嘛 所以當時的民進黨 已經知道有這個情形 所以他即使民進黨要支持柯批的話 他也不希望柯批是2018的核心人物 所以才推出蘇貞昌來選新北市 大家記得這件事嗎 希望有雙核心嘛 那雙核心的情況之下 蘇貞昌能夠有這個能量 母親戴小雞去全省輔選 然後甚至於把侯友宜打敗 影響徹底擊潰朱立倫 讓這個蔡英文能夠順利的 能夠打敗國民黨的2020的戰局 所以那個整個大戰略 其實是有個鋪排的 當時當然第一優先的選擇 大家都在回想一下當時 曾經想過是第一優先考慮是 賴清德來選新北市 對 結果被賴清德拒絕了 包含台北市也被點名 賴清德 臺北市並沒有真正被點名 真正被點名臺北市的是 同一批支持姚文治這批人 因為他們想要打敗柯文哲 這基本教育派 基本教育派想要摧毀柯文哲 所以要談到說 要讓賴清德來選這個臺北市 但是其實這種情況之下 發現賴清德在臺北市 仍然會輸給柯文哲 大概10個百分點左右 沒有機會 毫無機會可言 所以這個時候就起心動念 想到要讓賴清德去選新北市 賴清德選新北市的好處 可以徹底打敗朱立倫 朱立倫只要被打敗的情況之下 變成無堆意出來選2020 這個時候就是鬥定一竿嘛 就是輕而易舉的 就得贏得2020的選舉 當時的布局是這樣的 結果賴清德拒絕 那拒絕其實找不到人選 你要記得這一段嘛 就會變成了讓蘇貞昌來選 希望雙核心 讓蘇貞昌變成民進黨的領頭羊 帶領了全國的選群 變成新聞的焦點 結果沒有想到呢 被困在了新北市 然後現在這種情況之下 因為柯P的外衣效應呢 反而蘇貞昌的新聞被壓掉了 蘇貞昌居然在民調上呢 會輸給了侯友宜 這是一個另外一個意外的事件 所以蘇貞昌現在苦戰之中 完全沒有辦法去扮演當時民進黨 在大戰略中的 2018戰略中的期待的角色 就變成主新聞變成誰了 變成柯文哲 對 所以只要柯文哲的新聞 變成台灣的頭版頭條 就變成這個問題了 那其實 可是柯文哲的新聞變成 經常性的台灣媒體的頭版頭 不是一天兩天 不是今年 實際上你再往前推 包含2016年這個小英當選之後 小英本人相對上 比較不愛在媒體上曝光 然後那個時候 花媽還在高雄 那個時候賴清德還在台南 於是乎從2016年 民進黨完全執政之後 相對上大量不斷曝光的政治人物 就是僅存柯文哲了 但這一次不一樣 聯官我要跟你解釋一下 本來是沒有必要的 本來柯文哲是民進黨的盟軍盟友 我們是聯手來對抗國民黨 這很簡單的一件事情 那因為柯文哲的做人主事大嘴巴 得罪很多人 然後就扣他的帽子 就變成柯文哲變成中共同路人 變中共同路人之後 基本教育派被整個被燒火燒起來了 蔡英文要把這個火 又在火上加油 這事情一發不可收拾 因此變成今天的局面 逼得柯文哲逼上梁山 不得不去造反 所以柯文哲是被民進黨逼成對手的 然後當時的民進黨就高估認為說 我們派任何人出來 都有基本盤25%以上 結果派出來一個爆貓的 這個姚文哲嘛 所以民進黨當時打算覺得 hold住基本盤的邏輯是 沒有關係 我呢切了你一部分的票 對 你我們死的 但是你我們死的邏輯就是 丁守中柯林的動算 所以這時候這個邏輯裡面 就是一個暗黑心中的一種 不可說的秘密嘛 就是寧願柯文哲落選讓丁守中當選 對 永除後患 對 這是根本的一個戰略的 另外一個不可說的秘密 好那在這個戰略的高度 不管派誰出來 這個誰擺明了都要做犧牲打 他最大的政治任務是 拉垮柯文哲的選情 對 所以他的你注意看看 他的第一段的政治承諾說 如果我選第三名我就退出政壇 他很清楚知道他不會贏啊 從頭到尾姚文哲都沒有想過會贏這回事 他的目的就是牽制柯文哲 對 所以從頭到尾就是這個戰略 這戰略沒有錯啊 只是沒有想到他現在 不但是第三名 他是非常小的第三名 變成對選舉結果毫無影響的第三名 那結果有影響啊 毫無影響 他反而傷害民進黨的其他選舉 那這是意外 這是意外 這是一個大的慘劇跟悲劇造成 結果他把民進黨整個選舉拖垮掉了 這個是完全始料未及 這民進黨沒有想到的事情 這個事情 我跟林佐水在三個月前 就提出呼籲 因為這個執政黨 在一個有創造一個失敗的一個氣氛 在全台灣的天空瀰漫的情況之下 會影響到全國的選情的 這非常簡單的一個邏輯 民進黨完全沒有想過這個事情 就硬幹了 就硬幹下去了 硬幹下去就搞出今天這個局面 但是你要想到你要肯定民進黨 民進黨還是有很優秀的幹部 我們的我們的這個 洪耀福秘書長 現在還在救議員的選情 他用寬鬆的態度 來處理幫有科的議員 他只是對里長部分他不介入而已 因為里長對我們講太不重要了 里長今天就不重要 你知道 議員比較重要 所以洪耀福昨天的講法 就是很有智慧的講法 他已經開了一個非常寬廣的空間跟大門 讓我們議員去走 我們議員 洪耀福昨天的講法 就是盡可能要讓台北市議員 留的血或者傷的害比較少 以及小化 盡量大量的跟柯文哲合作 但是基本上就是這個概念 開了一條門 開了一個非常寬廣的門 第二個你要看到 還有一個很優秀的 就是謠仁多 從來不管事情 突然就冒出來了 互主心切 這就是我們在比較 民進黨在處理台北市 出現了洪耀福的態度 出現了謠仁多的態度 你去比較另外一個黨 叫做國民黨在新竹的選舉 他們在幹什麼 咬成一團 沒有人處理 所以這兩個黨的基本上的DNA基因不一樣 民進黨的基因就是說 他亂中會有序 他會有人出來 出來扮演一個某些要救黨的角色 那洪耀福 姚仁多都是小英人 小英搶救姚文志 還是搶救民進黨 還是搶救領導核心自己 當然是領導核心自己 2020所有的策略都是2020 講坦白的 台中輸掉也無所謂 因為20中央政權是最重要的事情 那所以小英的人 洪耀福跟姚仁多 已經看到姚文志 是必然的犧牲黨 但是小傷過關 重傷 很有可能 民進黨傷及小英 他不是擔心柯文哲選舉 完全沒有考慮到柯文哲選舉 他也不是擔心姚文志的選情 他是擔心姚文志一旦選情崩盤 後面引發的政治崩盤骨牌效應 民進黨會大內鬥 11月24號當天晚上 如果大敗的話 蔡英文必須要辭掉黨主席 這麼嚴重 一定要辭掉 開玩笑 台中市如果輸的話不辭 民進黨內部大亂 那姚文志的表現足以拖垮台中市敗選 姚文志自己不知道他會拖垮到台中 他不懂 他不知道 就跟連勝我們並不知道 最後他害吳智陽也敗選 他說他不知道 姚文志沒有這個智慧去看這個事情 姚文志現在最痛苦的事情 他還有四個月要活下去 他不知道怎麼活 你們不是建立人家出國玩一玩嗎 結果吳思瑤跑到歐洲玩了 吳思瑤應該把姚文志一起帶去玩嗎 帶去考察啊 市政考察 市政考察 去菲律賓去做市政考察 這些事情他要去做 可是現在的問題是姚文志 姚文志這次還目前 說法我認為表現還不錯喔 真的喔 因為為什麼 我本來認為他會打極端牌 打基本教育啊 而且沒有他現在還在搞貓嘛 而且他沒有去搞別的 這還不錯 這我覺得可能就是 那個生育獨派的那個資金 可能斷鏈了你知道嗎 奶水可能斷掉了 所以他現在也沒有必要替他們服務了 所以就開始在鬼混你知道嗎 這是他現在的情況 鬼混之後你就看出來 變成很小格局的 搞東搞西就沒有重心 可是他的鬼混 姚人多很急啊 鬼混就傷到了民進黨 但是這個傷害比較好 如果他現在搞基本教育派的話 傷害更大 因為把民進黨變成極端黨 他現在只是把民進黨 搞成一個失敗的政黨 如果是變成一個失敗的極端政黨 那個傷害度更大 那個保證把這個林佳龍脫下水 所以他這個影響的程度是不一樣的 所以目前我覺得還不錯 影響的傷害度 還是把民進黨搞成一個失敗的政黨 這定義要把它搞清楚 這兩個不太一樣 我真的很懷疑你的黨員身份 可以維持多久 我在定義這個事情的時候 其實這個定義可以救我們的議員 這個議員我現在重心就是救臺北市議員 臺北市議員 臺北市議員 我的兄弟比比較多啊 我在臺北市議員一堆啊 我跟柯P的關係好太多 很多都是我幾十年的好朋友啊 我當然要救這些議員 我怎麼會去管柯P的選舉呢 對不對 很簡單 而且柯P選舉以前定論了嘛 比較麻煩的就是說 民進黨的如果敗選 會影響民進黨2020的提名的風險存在 那就是事事難料 那柯文哲就可能 事事難料不是柯文哲難料 是民進黨難料 我們廣告之後回到節目現場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事事難料 真的很難料 一場臺北市長的選戰 如今產生的事事難料的政治效應 還在擴大還在發酵 那柯文哲本人帶來政治效應 姚文哲本人也帶來政治效應 而且這個老報大哥 昨天是你跟柯文哲市長 跑去見李登輝前總統 然後所以 然後李真的叫他選總統嗎 確實啦 確實這個 怎麼講的 標題並沒有錯 標題沒有錯 怎麼講的 我來講 剛剛那個吳子佳在 剛剛吳子佳在提那個 說最主要是從中央執政不靈光 產生的這個是有這樣的一件事 好所以昨天你在臉書po的這張照片 你們三個合照嘛 然後老李就叫老柯選總統 老李是怎麼說的 我來我把昨天講的 就要講完整一點 有六七點 第一個很重要就是 根本不提姚文是這個 根本沒有存在 我就選舉裡面 根本沒有沒有這樣的一個人存在 第二個就是說他認為柯的那個 市長選舉基本上沒有問題 他現在比較擔心的是 中央執政很不靈光 藍綠都令人失望 這社會普遍這樣的一個心聲 他有急迫感 老李 對老李這樣他有急迫感 所以他他一直有所鼓勵 他還說他願意把他的人脈都交給柯文哲使用 哎呀妙了 甚至包括日本的人脈 日本還有日本旅遊會 所以現在拱柯文哲選總統的變成老李了 他挺他更上一層頭 這是沒有錯啦 他因為藍綠都令人失望 而且他特別講到一件事 就是說他去那個 他以前他還能夠打球的時候 他都在大溪球場 那現在不能打球 但是他還是到大溪球場去逛一逛去那邊 就是散散心這樣子 還是會去 那他說大溪球場那邊的年輕人 清一色都支持柯文哲選總統 這是老李自己說的 這個有一點 反正今天報紙有寫的 包括說什麼 有一件很重要就是說 老李不喜歡兩岸一家親這是事實 本來就不喜歡 他叫他不要再說 對他叫他說不要再說那個 不要再說的時候 柯文哲就有問他 那我要怎麼樣跟人家打交道 我們跟對岸不能說不往來 我要怎麼樣跟人家打交道 那老李就有講一件很重要的事 我覺得這個大家都可以參考 他說當年他講特殊兩國論 他在當總統的時候他講特殊兩國論 後來大家都把這個quote在兩國論 就是兩岸的關係是 台灣跟中國是特殊國與國的關係 但是大家都把它簡化變成是兩國論 就是國與國的關係 他說那是弄錯了 他的重點是在特殊 他認為柯文哲就可以用特殊這兩個字 去做有彈性的運用 所以這一點我覺得 老是就是昨天晚上告訴他的 因為確實你說兩岸家親 我覺得沒有什麼傷害 這也不能講的話 那我應該怎麼處理 是這樣來的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他對蔡總統很不滿 他認為他都不聽勸了 尤其他對台灣的這個財經經濟的問題 他很在意 老李是本身對經濟問題 他是農業經濟系的 他也是非常在行的 他就很不滿了一點就是說 連安倍都會聽他的建言 所以安倍 安倍有三支建政策 對三支建政策 包括那個日幣大貶值 那個就是因為李登輝告訴他了 然後沒想到我們的蔡總統 根本不理會他 他有很多建言給他 他都完全不理會 所以老李也不滿小英的執政 其中最不滿的是經濟政策 對經濟政策最不滿 那確實年輕的世代我的觀察 他認為低收入 這個年輕世代的這個 低收入跟經濟政策有關 這個很傷對國家很傷 而且年輕世代我的觀察 很大的對執政黨的不滿 其實是經濟跟低薪 對 就是說其他的都能忍耐 但是經濟跟低薪跟看不到未來 跟看不到現在 那種不耐煩跟不滿是沸騰 所以基本上看起來他是 把柯文哲他 昨天的談話 他是把柯文哲當成是 范綠聯盟裡面的一個龍頭 一個重要的成一個龍頭 我是這樣看待他 他重新去激況一個人 他當然有急迫感 因為他年紀很大 快要一百歲了 他身體也不好 他當然有他的急迫感 那他怎麼跟他講 叫他選總統的 就是他希望他更上一層總統 他還特別講他說 你不要表態 你現在可以不要表態 叫做你現在可以不要表態 然後柯文哲有立即回應他說 沒有啦沒有啦沒有啦沒有這件事 沒有選總統這件事這樣子 說台語吧他都說台語吧 都說台語 都說台語 頭到尾都說台語 他就說沒有啦沒有啦 這樣喔 沒有啦沒有啦 本來就沒有啦 現在要選市長 現在還沒選總統 對啦沒有啦沒有啦 我剛才就說 我開場就說 一百多天都回來了 是市長嗎 我們要把它澄清就是 他也沒講2020 或者是2024 其實也沒講 跟上一層樓 他好像說四四難料嘛 對啦 跟上一層樓啦 他也沒有說四四難料啦 你怎麼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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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國比較大 會怎麼說 要選總統啊 什麼叫選總統啊 就是這樣啊 老李這樣說 對啦就是選總統啊 你不能說跟上一層樓啊 老李 不是說台語啊 老李用台語跟柯文哲說 你要選總統 你要選總統啊 對啊 台灣現在很重要啊 他用國語講就沒有啦 台灣現在很重要啊 很重要的問題啊 比這句啊 台灣的監督不可以不夠啊 是啊 台灣的監督 現在政府 他說他看起來很失望 他說藍綠都差不多啦 都令人很失望 都有氣無力啦 用這個意思啦 他這樣說 對啊 都不開來啦 沒開來 叫選總統 最沒開來 最期的是經濟做不好 少人都賺錢 對對對 他覺得低薪 他說對國家很壞 本來就是這樣啊 對 沒有啦 然後我們今天在談姚文哲 對他來講 那個一點都不重要 所以昨天根本就沒有提啦 沒有提這樣一個人 所以姚文哲說代表綠營出來選 我也不知道現在是代表誰 看不出來啊 看不出來那個有那麼重要嗎 姚文哲的問題就是 他就是要主動去跟蔡總統講說 我不想選了 請讓我 快選 就讓我退選 然後這樣大家都有台階下 您看姚文哲還要跑去關心 然後 洪耀福還要說死三活 然後裡面就是露出派系矛盾啊 這個就是 姚文哲跟洪耀福 跟新潮流徐家欽為什麼會對答 徐家欽是認為要清黨耶 那姚文哲跟洪耀福這個是出來說死三活 是認為不要清黨啊 當然要合啊 內部哪有說 反而在母雞要採小雞了 所以這裡面就已經牽涉到 英系跟新潮流裡面已經矛盾開始顯現 可能裡面這個暗潮洶湧 那剛剛我們文家兄說的沒有錯 確實 直接 直接 失禮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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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給你謝罪 我看最主要是 蔡英文真的是她感到很濃厚的危機感 對於她接下來 我也觀察到小英的權力核心有很大的危機感 那這是好事 她本來都不感覺有危機感 她認為她的民調低是因為改革才造成民調低的 這個就是很糟糕 你明明那邊就是閒亞 她不認為那個是閒亞 有 我感覺姚人多有感覺 然後 現在他們有感覺 洪耀福有感覺 對 洪耀福有感覺 那為何他們的感覺跟我的感覺落差這麼多 大家可以看那個年代向前看過去好幾個月的影片 我們都講多久了 經常都在YouTube上發燒影片 我們光是有一個指 末梢神經反應血液循環很差 那不是萬名 我們已經講過多少次吳英寧事件了 他就是要讓他繼續待在那裡 那只要一個指令就叫他下台 就什麼事都解決了 他擺在那邊變成提款機 變成在野黨的提款機 姚文是現在教書沒辦法 他現在是說退出政黨 他說只要選輸啦 不是第三名了 他只要選輸他就退出政壇 你賭那麼大 到底目的是要幹嘛 我問你喔 老包大哥 外面的人說你謝系的 姚文智也謝系 姚文智是謝系大弟子 現在哪有什麼謝系 早就有華節 我問你嘛 所以姚文智你也有實在 你有給他扣放嗎 你有給他扣放嗎 所以我跟你說 你有給他扣放嗎 不要說我給他扣放 2014年 他的老闆還叫我去勸他 勸什麼 勸姚文智說 不要那麼倔強硬要選他 李鴻一書裡面算啊 2014年他就要選到 他的老闆還叫我去勸他 問題就是說 這個老闆就是對他不信任 知道他會亂搞嘛 你知道嗎 在有一天在一個場合裡面 就是在一個 他的老闆就謝長廷嘛 對老闆現在 他的老闆謝長廷 現在也沒有回台北幫他操盤啊 人力也在日本啊 就有被迫弄一個錄影帶給他 被迫啦 你知道嗎 在2014年有一天在一個聚會場 五六十個人的場合 那那是一個團體的聚會 謝長廷就被邀請上台去支持 上台支持還沒有講完喔 姚文哲就拚命上去搶他麥克風 喔 他意思就是要給大家知道 就是說他是 他是謝長廷的人 人馬這樣 要大家 然後告訴大家說 他要選台北市長 請大家支持他 然後謝長廷一發現 他這樣講的時候 他本來一定要下去了 又回頭 就站在他後面等 等到他講一個段落 他又把他的麥克風搶回來 我告訴大家喔 我是支持柯文哲的 我沒有變喔 大家不要誤會喔 你看 所以他就知道 姚文哲是會亂搞的 謝長廷也是他們老闆耶 對 那他就不信任他嘛 就知道這個人 有一個大局在那邊 你這樣會把整個大局 給他弄垮掉 現在就是這樣 現在就是重演嘛 重演但是現在他的老闆 在日本也沒有辦法管到他 也沒辦法去勸他 所以姚仁多出來管 姚仁多想說再不管要出大亂子 就是我剛剛講的 一般小傷口不會出人命 你剛剛講的沒有錯 姚仁多也當過謝長廷的特別助理 你知道嗎 哦 姚仁多是這樣的背景啊 姚仁多最開始就是 當謝長廷特別助理 謝長廷當黨主席的時候 他當黨主席的特別助理 就是這樣子開始 他請他去演講 對 這樣子開始進入民進黨的 所以姚仁多 雖然現在是小英的人馬 對 但也蠻親近 對 但也蠻親近謝長廷的 我上一次對姚仁多有印象 是民進黨2008年風雨飄搖的時候 民進黨當時宣傳一個故事 就說姚仁多跟小段 好像抱著哭是吧 然後呢 然後就是因為2008年風雨飄搖嘛 然後抱著哭著去哭求小英出來扛 那個時候的主角是姚仁多跟小段 那小段是已經很清楚知道民進黨這一次重傷 不知道要多少年才能修身養習 不知道可不可以生存下來 那姚仁多其實不是民進黨的主要政治人物 那個時候的身份還在清華大學教書 清大社會系 那但是呢 他某種程度是親近綠營的這個政治的人物的 所以他跟小段好像是哭著 拜託小英出來扛 對不對 2008年小英是在這個環境下接黨主席的 你看姚仁多每一次出來的緊急關頭 那都是民進黨的生死關頭 對比較沒有個人利益關係的啦 姚仁多跟洪耀虎基本上是對柯文哲比較友善的 但是他們兩個比較友善 竟然沒有辦法發揮影響力 結果讓綠營跟柯文哲切割掉 我看他們兩個人是非常的頹喪 但是姚仁多每次冒出來都是生死關頭 2018年冒出一次 那現在2018年又冒出一次 我想姚仁多昨天找姚仁次 其實用意應該是交道說 其實你應該不要再選了 還給他六點 還給他下六點指示 欸老包大哥 姚仁多最妙的是 聽說他的手稿最後壓的是 愛你喔 多 對啊我就愛你啊 你就不要再讓我們為難了 我是真心相愛喔 好我們廣告之後回到節目現場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看的是世事難料 那這個台北市長的選戰打著打著 現在看起來柯文哲打到總統規格了 那老李叫柯文哲酸總統 那這個偉翰秀一下剛剛講的 愛你喔 多 很妙喔 這個姚仁多寫的紙條最後 給姚文志的這個留言 手稿 姚文志讓記者拍姚仁多給他的手稿 那剛剛上個小時我把他六點都念完對不對 最後立刻停掉這個貓的動畫了 那最後他的署名是愛你喔 多 那上個小時我們討論到就是說 因為畢竟姚仁多跟蔡總統關係 眾所皆知 第一文膽首席幕僚 所以 我相信一般所有的手稿都是珍貴 我今天寫任何的手稿什麼給我相信的人 然後他拿去建築報端 這基本上除非我們兩個有默契 要不然的話就是他有他的特別目的 那上個小時我還沒有想到那麼深層 剛剛老包大哥講這個我在回想到 對其實姚仁多關係一開始會到民進黨 他的那個跟他發生走入政治關係的人 是謝長廷不是蔡英文 是謝長廷2008年 才輸給馬英九跟蕭安長的這個九萬配之後 他非常的難過 然後他才去力勸蔡英文一定要回來當民進黨黨主席 後來他才變成 所以在2007年08年那個時候大家回去查 姚仁多的身份呢他是民進黨的主席 謝長廷的特別助理 所以以這個關係來講的話 姚仁多跟姚文智基本上就是師兄弟的關係嘛 工資的老闆嘛 那5月16號中指會確定要提名這個 姚文智來參加台北市長選舉的時候 我的瞭解姚文多是失望的 因為他的他的清楚的vision 他會看到說今天我們今天八月了 在討論民進黨困境這個局不要發生嘛 你台北市沒有姚文智 柯文哲跟滴總統對PK就會贏 那蔡英文也穩穩的 他就不會沒有2020同事長在點頭 那所以當時他的立主這個意見 我這個不是很精確啦 或許他的意見最後是無法搶過陳菊花媽的意見 5月16號發生這個事情之後 大家去查6月21他就離開總統府了 那當時有很多主跑總統府 記得一直去問說多多為什麼跑去海西會當副董事長 去當秘書長為什麼 海西會啊還跑去海西會啊 他的薪水是不錯 那這樣到底算不算離開核心 大家都在想 那我很確定的一點 剛剛上訴這幾個大家都可以在後續找答 我很確定一點就是說 至少我知道姚文智拿出手稿的動機是什麼 他是希望所有民進黨的人去想說 主席沒有放棄我啊 主席把他的這個貼身手協幕僚寫的手稿給我 所以主席還站在我這邊啊 但是這個解讀是姚文智的解讀 對這應該是姚仁多在分析給他的這個師兄弟姚文智 就是知道說你看我隨便一寫 你犯了六大錯誤啊 那有沒有像老八大哥講的說 會不會就是讓你也想想以後 你也該極略勇退了 你可以輸 民進黨不能潰敗 那這個局勢再走下去的話 民進黨他不只台北市 他可能全台灣都會潰敗 那蔡總怎麼觀察 怎麼一百多天之後才要選舉投票 如今變成這樣 我覺得這個剛才聽大家講 柯文哲已經可能成為未來心目中 李登輝認為新的台灣之子 其實在2000年那一次啊 國民黨表面上啊 選舉的時候是連戰 但是李登輝呢 這個根本沒有誠心誠意的來 這個資源連戰 他心中最好的一個人選 其實是民進黨裡面的陳水扁 那當然啊 我覺得李登輝 按照剛才老報的講的 在會見的柯文哲 講的台灣內部的問題呢 我完全贊同 最重要就是低薪 經濟的停滯 但是呢 我不太認同的 就是李登輝叫柯文哲 不要再講兩岸一家親 其實李登輝是經濟專家 能力很強的總統 但是他最大的盲點 就是對中國的態度 其實以前有兩里 新加坡的李光耀跟台灣的李登輝 但是他們兩個本來交情很好 後來在1980年代以後 兩個分道揚鑣 導火線就是對中國的看法 李登輝認為中國會會潰敗 所以我們不要跟他在一起 甚至我們可以趁機跟他對抗 當時台灣的GDP 是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的經濟那時候沒有起來 我們是三分之一 他是我們的三倍 但是我告訴你 現在中國的GDP的規模 已經是台灣的20倍 我們只佔5% 中國有六個省 GDP一個省的規模超過台灣 李登輝看錯了 不僅看錯 嚴重的看錯 新加坡的李光耀 看對了 你知道新加坡現在人均的所得呢 比美國還多啊 比美國還多啊 所以呢 這個地方就告訴大家 就是說人不是神 當然他鼓勵啊 李登輝鼓勵啊 柯文哲這裡面對柯文哲 他的未來的聲勢一定是加婚 但是呢 由李登輝來勸進 難道真的加婚嗎 其實想一想 假如對很多年輕中間的選民來講 李登輝 看中國這個態度啊 不太正確 也不對 難道是加婚嗎 所以我覺得柯文哲要審慎的來看 但是重點回來 為什麼我們還是要講 因為我也是兩個這個小孩的爸爸 我覺得齁 台灣的不管了 什麼樣的哪一個黨 的政治人物 對這些年輕人來講 最好的就是你要很好的政策 然後呢 你給他很好的環境 讓他們人生有希望 我就講今天最新一個消息 我們去年公平會滑了高通 滑了234億 這去年十月 我在靈關的節目至少講兩次 我說這個真的不是一個聰明的決策 那我跟各位講 現在最新的公平會呢 修改了 只滑223億 現在滑27億 但是換來高通願意在未來五年當中 台灣投資7億美金 200億 他投資到大選裡面開課 在台灣做製造中心 你知道現在台灣的很多的年輕人 假如第一線 他有辦法有5G的技術 這個可能很少數 但是重點是5G的建設 未來幾年假如做好的話 有多少年輕人會架構在這個基礎建設當中 去發揮他們的創意 人生會在一個環境當中 會找到希望 台灣就是沒有這樣 你看2008年馬英九執政多麼懶惰 他做的政策有對年輕人的環境 有改變嗎 電動車不錯 對不對 還是舊的思維 我們就要經濟示範區 出口啦 什麼東西啊 有去做網路的設備嗎 網路的這個部件嗎 有提高台灣的一些網路嗎 沒有嘛 我們都落後 這樣他也混了八年 混了八年以後 年輕人當然失望 但你會回頭問我 柯文哲才是一個台北市長 他做了什麼樣的環境 做了什麼樣的政策 給年輕人有什麼希望 老實講也沒有 也沒有 但是呢 柯文哲已經比一大堆啊 這些 政治人物 他有一個 他懂得年輕人的話 願意跟年輕人溝通 至少你瞭解 大家瞭解 我舉幾個例子 去年推銷世大運的時候 你看 他弄一個面膜 拍那個網路那一片 以前也有啊 對 以前也有啊 阿扁啊 在那個跨年的時候 也抄人裝出來啊 內褲外穿啊 但是我跟你講喔 不一樣喔 很多的老闆尾牙年中 的時候呢 也會扮演什麼角色來娛樂 但是舞台只有你一個人喔 柯文哲當時啊 忽一個面膜旁邊 有很多的網紅喔 這不一樣喔 這個情境不一樣喔 以前啊 這些政治人物 好我一個人表演 旁邊沒有年輕人喔 現在柯文哲一個人表演 是跟一起年輕人一起表演 你想看 現在有哪些 國民兩黨 國民黨 民進黨 哪些政政人物 願意這樣 我記得很多人 都把自己身段看得很高 喔 誰啊 誰要跟我同台 這個卡式不夠 不要 這個哪一個主持人 要訪問我啊 那個 那個 混量不夠 不要來訪問我 把自己想得很厲害 但是你要了解 現在年輕人 在當前這樣的一個收入 看很多事情 他不認同威權 甚至呢 會怎麼樣 會痠 我們要承認 現在太多的年輕人 看事情就會痠 跟我們以前不一樣 因為以前我們有錢賺 我們都會看正面的東西 現在年輕人啊 二十幾K 你假如要怎麼能正面 你看喔 我荒野現在台面上的這個 政治人物 講話會痠一下 痠痠一下的 就只有柯文哲 跟年輕人那種感覺一樣 最典型的就把管 對不對 他不是講一個 哪一個白癡做的政策 哇 這麼直白 這麼酸的 柯文哲 台北市長就把他講出來 那年輕人一看就 你替我花言啊 我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柯文哲也沒有做到什麼政策啊 但是呢 他有一個什麼 跟年輕人溝通的方式 聽年輕人的話 那丁守中呢 沒錯 第一次有人講說丁丁丁 他好像有點不高興 對不對 這個就表示你沒辦法 去跟年輕人啊 溝通嘛 現在他是用這種方式嘛 好 現在他改變哦 因為他現在有選票壓力哦 Q版的什麼什麼 卡通人物出來 哎 他也來 然後做那個什麼儀家 哦 我看到賣力演出 當然這個改變是好 但是呢 這樣的改變 會不會太慢 其實對很多的年輕的選民 已經把你定調 嗯 那 姚文哲問題就來了 楊文哲是這幾個候選裡面 年紀最輕的 嗯 但是呢 卻得不到年輕人的這個 贊頭 為什麼 因為他所有的這個行為 所有的花言 甚至怎麼樣 溝通的方式 都沒有抓住這個年輕人 嗯 那你你你這樣的話 你下去你這個選戰就打死了吧 到回頭來講中央的蔡政府 或者賴清德 今天賴清德講一句話 也沒有錯 他在勉勵公務員說 公務員是上帝的選民 嗯 人生追求的是幸福 而不是物質 好像沒有錯啊 但是你假如是剛通過高譜考 剛考進去的這些年輕 擔任了這個公務員的人 聽起來就很諷刺 哎我考試考那麼辛苦啊 過關漲價 入企率那麼低啊 我來當公務員 我是要來怎麼樣 追求幸福來奉獻的嗎 不是 他是要來怎麼樣 養家活口 嗯 所以時代改變了 真的告訴蔡英文 蓋師傅賴清德 時代改變了 年輕人要的東西 你不要用一種啊 很過去的城牆爛調 來要求這些年輕人 你一定要徹底徹底的改變 你假如不徹底的改變 我告訴你 你再怎麼樣努力啊 這個年輕人的選票 就不是不會給你 好我們廣告之後 回到節目現場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看的是 世事難料 一場這一個選戰 尤其是一百多天之後 才要選舉投票 那如今呢 柯文哲選著選著選到 老李叫他選總統 那同一時間 這個姚文智選戰選著選著選到 姚人多很擔心 阿宅怎麼觀察 實際上本質上的年輕世代 他都展現出對執政黨的不滿 那只是柯文哲如今接收了 此刻對現在執政黨不滿的 大量的成員 可是當年2014年2016年 這個年輕世代 跟中產階級的貧窮化 都展現在政治跟投票行為 也反映在對執政當局的不滿 只是當時的執政當局是國民黨 那如今的執政當局是民進黨 那這種對執政當局的不滿 一旦大量的反映在選舉跟投票行為上 整個政治就會有大地震跟大重組 你怎麼觀察 我覺得開頭的部分 我們先用短短的時間 來稍稍提醒一下蔡英文總統 蔡總統可能你必須要特別小心 台灣所有的民選總統 那種竟然都對你不太滿意 這並不是一個好狀況 從李登輝到陳水扁到馬英九 他們有各自的理由 但裡面有兩個綠的一個藍的 蔡英文總統可能要考量 到底是你政治 你政治上面的這個特色 讓陳水扁不滿意 你政治上的立場 讓陳水扁不滿意 還是經濟上的立場 讓李登輝不滿意 然後你本來就跟馬英九 有互相不一樣的東西 包含了馬英九最近力推的 以和養綠公投 我覺得蔡英文總統必須要小心一點 因為這個不是一個好現象 那再來要講的就是 我覺得坦白說 你看這一次這個老包大哥 帶著柯文哲一起去 還拍了照片的這一個 李登輝的拜訪行動 其實大家也要注意到 對李登輝來講 他等於是用他的政治判斷 覺得柯文哲這人是可造之才 對當初AIT第一個邀請的政治人物也是他 是當初AIT還沒有落成喔 梅建華還沒有走喔 就是工地差不多好了 他第一個要拉的就是柯文哲 我覺得我們理性上來看喔 李登輝前總統認為柯文哲是可造之才 梅建華覺得此人將來必有大用 那這兩個壓寶壓下去的話 我們講直接一點啊 姚文哲現在要去求見 李登輝見不見呢 人家時間有限不一定要浪費在你的身上 那對於柯文哲來講 其實柯文哲自己大概知道了 這個人逢喜事精神爽 但柯文哲一爽就會出事 所以柯文哲必須要小心 你不能真的覺得說好李登輝現在也挺我 那獨派以後就不會謀我勝極沒有沒有 精神領袖怎麼講跟肉體要怎麼動 那是兩回事肉體現在急著 明年要國號公投每天要開節目了 那些肉體短時間是不會放過你的 所以獨派在這邊最多拿到一張儲值卡 儲值卡的意思說 讓我下了一張七星級的獨派精神領袖 那後面那些五星級的這些妖魔鬼怪啊 你來打暫時沒用 可是不代表永遠沒用 所以柯文哲這個部分 你必須要確認 你接下來的每一步都要走得非常小心 否則沒有辦法安然度過 選上市長之後的那一局 因為這中間還有 我們要講的是吳英寧的事情 吳英寧事情不妥善處理 柯文哲也會受傷啊 不是永遠都是吳英寧被打 然後柯文哲加分 你如果沒有辦法把這個事情做個收尾 你也會扣分的 最後要講房價打下來了 一切好談 但問題是房價所代表的政商 財團結構太綿密 沒有人敢打的時候 對年輕人來講這一局是永遠無解 我們也不是白癡 我們也看得出來 你不打房價什麼樣子的薪水 都沒有辦法在台灣生存啊 10萬塊兩個夫婦恐怕也不行 20萬要買房子也做不到 昨天我有一個創業成功 然後安全下樁 安全下樁安全退休的好朋友 跟我說 現在小的人實在艱苦 現在小的人 要賺了一年有100萬很難 其實你如果在台北市 一年100萬也艱苦 艱苦 你也睡房子也要睡普通房子啊 你買房子一定繳不起房貸 是 譬如說你如果一年100萬 已經比一般年輕人更好 比一般人的平均更好 但是不好意思 一年100萬代表其一般 普通的公寓 一個月租金也要兩三萬 你要成家立業都很難 那所以很大的本質經濟問題 其實是低薪高房價 有講一句不好聽的 20年前一樣低薪 但是20年前的房價 是現在的三折 台北市的房價 是現在的三折 20年前我住的那個區域的房價 一坪可能20萬就有了 不好意思喔 現在很爛的老房子 都七八十萬起跳 那所以只要董事長 很大的核心本質 真的是經濟問題 跟低薪高房價 那這個本質的問題 造成年輕世代的不滿 中產階級的貧窮化 那這一些不滿的族群 他們又是剛好快速大量 接觸網路的族群 就是說網路的使用頻率 其實也有四代的差異 我的觀察是在台灣此刻的社會 50歲以下的大量使用 50歲以上的使用率比較低 相對比較低 那所以本質的問題 就是老李講的是經濟的問題 剛剛講到一個經濟問題 從進入人類有歷史以來 一直都存在的經濟問題 他只是不同世代 有不同經濟問題 老李期待柯文哲 其實也不是只有昨天這樣講 我聽說他在更前面有一場 跟國外的學者對談的時候 就有提到這件事 因為這是一個當時有一個 在那邊做翻譯的人出來講的 就相當的期待柯文哲 好我現在在講 我的感覺觀察是 某一些極端極獨派 極著正名自憲 極著獨立 那很多年輕世代想說獨立你個頭 我自己的人生都無法獨立 所以說我要養家活口 或者我要成家立業 我如果成家立業都難以獨立 這個國家獨立了又如何 那這兩天的新聞非常有意思 他連續兩天柯文哲透露了兩個 非常非常重要的重點 第一個他在議會尋答的時候 他對蔡英文政府的定義 叫做風雨飄搖 你看看這個柯文哲覺得 現在政府是風雨飄搖 那蔡英文覺得是一個成功的政府 經營成功嘛 是改革的政府 老李會比較寄望柯文哲有一個原因 是因為他認為他比較務實 所以這是第一個嘛 這第一個落差 第二個可怕的落差就是 他去見了這個老李的 李登輝的時候 他問了一個關鍵問題 就是說你不講兩岸一家親 你要講什麼 這表示柯文哲對兩岸 這個事情的準備不充分 而且他也想要尋找一個解套方案 尋找一個答案 那老李告訴他的答案呢 叫做特殊的國與國關係 其實這個事情不會被北京當局接受 目前北京已經做大了 好今天謝謝大家收看 年代向前看 接下來晚上六點整 歡迎大家準時鎖定 年代match台健康好生活 健康好生活 每週一到週五晚上六點 在年代match台 38台首播 我們今天要分享的是 生活中家裡頭 廚房跟浴室最容易長霉菌 那這個黃菊毒素是很毒的 那很多觀眾朋友不知道 這個柴米油鹽醬醋醋茶 其實都應該冰冰箱 因為台灣的這個空氣中濕度很高 一個不小心就會滋生 梅菌跟黃菊毒素 那歡迎鎖定健康好生活 謝謝大家收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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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